鲁班全书有人说它是古代的一本奇异之书 有人说它是一本惊恐之书 总之呢鲁班全书就是一本正义之书 首先说为什么它是奇异之书呢 因鲁班书上册记载的不但有房屋建筑的法术 还有整人的法术 而下册则是解法和一些医疗的法术 同时呢下册还有许多的咒语和符咒啊 毁舍难懂 仿正给人的感觉它就是玄乎 如近身咒 近身咒 还有近心咒 还有近神咒 还有近天地咒 还有什么定根法咒 还有什么美女脱衣法 还有什么迷魂法啊等等等等啊 所以说有人说它是奇异之书 第二为什么说它又是一本惊恐禁书呢 打开鲁班书开篇的第一季就是 欲恋此书必颠之功 不是呀 打开它的开篇第一季话就是 欲邪此书必定无后 无论谁看到这句话 恐怕都会新生金属之感吧 同时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开始流传了一种说法 说鲁班全书又称缺义门 因为只要学了鲁班全书 就会闹个恩 厂 伤其中之一的悲惨绝迹 起源源来自以民间流传的鲁班赵马王岐母和鲁班赵元王岐子的故事 那么鲁班赵元王岐岐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 我来给大家得问一下啊 先传鲁班跟他媳妇结婚没多久就被褚王派起王都去上班 但是呢刚结婚就被派起远方出差 搁谁他也受不了啊 你说万一他媳妇按捺不住寂寞 去找隔壁老王那可咋整 那个时代可没有高铁飞机啥的啊 于是鲁班为了能天天见到他的妻子 他就发明了一个墓园 据说这个墓园他的日行腔里飞三天三夜 招好以后他乘坐墓园回到了家里 他妻子看到鲁班骑着墓园回来 非常的高兴啊 也不知道是高兴有墓园 还是也不知道是高兴鲁班回来了 反正呢他也想事业是这个墓园 鲁班呢也就很迁就他就同意了 因为墓园需要他的咒语才能发动 他不会咒语肯定是飞不起来啊 但是谁知道他媳妇用了一招色诱 就把咒语给套了出来啊 由此可见鲁班还真是一个证人君子 后来发动咒语飞线天空 正高兴着呢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再牛逼的咒语 他也有相克的东西啊 鲁班这个咒语就是怕大姨妈 好巧不巧啊 正好他媳妇飞线天空 哎大姨妈来了 也没个准备就沾到了墓园上 因此就破了鲁班的这个法术咒语 墓园就掉了下来 他妻子就这样相消一选了 哎呀 因此呢 鲁班书成为禁书 也难怪鲁班会给此书下上诅咒 因为咒语害死了妻子 心中肯定莽是悔恨 因此有人称之为惊恐之书 好了 今天到这呢 也就结束了啊 我是第八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